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儿跟您分享了怎么样评估您和您的男友或者是女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你们两个的感情的和谐程度是否适合走进婚姻里面 正儿不晓得您是否回家有做功课 把正儿提供给您的那个表格去仔细的详细认真的去填写 并且和您的另外一半在一起互相的交换意见 共同的在神的面前去祷告 寻求是否两个人合适走进婚姻 正儿盼望您的答案是肯定的 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在订婚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结婚之前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也就是如何保守在婚前的性的忠实以及在婚后的感情的一个亲密的关系 那这一点呢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朋友呢忽略不计的 由于现代社会在道德方面在伦理方面的这个绝对性呢已经降低甚至受到破坏 所以现在大家没有绝对的道德观念 大家认为婚前的同居或者是婚前的性行为呢是非常普遍的 甚至是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件事 那这一点呢就是正儿在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当中反复强调的 因为如果我们非常的渴望在婚姻里面的性的亲密 以及夫妻之间想要保守在婚姻当中的性的忠实程度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在婚前就为自己和另外一半的这种性的界限呢 立一个标准立一个界限并且两个人呢都为自己的性的忠实立一个真觉之约 那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希望您锁定这个节目千万不要走开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正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 我们祈求主帮助我们有力量有能力可以了解这个真理并且去顺服它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在爱我们 你赐给我们婚姻 你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婚姻里面的性的亲密 主因为性是你为婚姻专门设立的一个礼物 孩子今天就祈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使无论听的讲的都能够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 我们若有得罪你的 我们就祈求你的宽恕 我们悔改回转到你的面前 若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婚姻 但是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正在这一方面有挣扎的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魔鬼撒旦 以及我们自己情欲的那种搅扰能够过一个顺服过一个圣洁 过一个真结讨你喜悦的生活 求你与我们同在在下面短短的时间里面 彰显你自己的荣耀 奉基督耶稣的名 阿们 好那现在呢 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 我们怎么样共同的来计划 在约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界限和原则 很多的朋友呢 觉得真儿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过于理智了 因为约会嘛 恋爱嘛 总是让人有那种甜蜜的幸福的感觉 所以呢 如果您想要立一个界限或者是说一些原则的话 未免有些时候显得太理智 太不够感性了 其实不然 真儿已经跟您讲过 如果我们在恋爱当中没有界限 没有些原则的话呢 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就很容易走歪路 或者是呢 走错路 在这个时候呢 真儿鼓励所有在结婚之前的好朋友 如果您现在正在恋爱过程当中 或者您已经订婚了 那么在订婚之前 或者是在结婚之前呢 您需要跟您所爱的另外一半呢 有个非常清楚的约定 就是您和您的另外一半呢 在结婚之前就为你们两个为何要保守婚前性贞结 来做一些实际的研读圣经的过程 并且呢 来做一些界限和原则的制定 那今天的真儿就要来帮助所有未婚的男女 重新来建立你们的贞结之约 我们首先呢 先要来看看圣经当中 关于婚前的贞结的教导和原则 有哪些 我们先来看看西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 我们看在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呢 告诉我们婚姻是很神圣的 是一个圣洁的 所以呢 在西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这样说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尊重婚姻的那种圣洁性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的美好里面去的 我们会发现 如果你在婚前有很多的性方面的接触的话呢 即便你们没有实际上的性交的行为 但是这个会大大的影响降低甚至是破坏 你们在结婚之后的夫妻的性生活 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婚姻呢 人人都应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那自然这个里面包括了婚前 还有婚姻当中的一些不轨的性行为 这里呢 就包括了许许多多 我们在现今这个世代呢 并不看为是错 并不看为是罪的一些性方面的关系 我们知道婚姻既然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呢 就要保守 尽量的保守我们在性方面的这个贞洁的程度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的经文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三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段的经文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避隐形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 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 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这一点呢 是特别特别提醒所有主内的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们注意的 因为婚前的性行为呢 是不讨神喜悦的 或许这个世代 外邦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 他们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这一点呢 在圣经当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为了主的缘故 要保守自己的身体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并且呢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告诉我们的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 这样说 你们要逃避隐形 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 唯有行赢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我们发现我们信主之后呢 身心灵都是属于神的人了 我们的身子是神用宝血重价赎回来的 如果我们看中我们的这份赎假 我们看中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呢 我们就不应当在身子上面去羞辱神的名 可惜的是 珍儿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知道好多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都由于受不了自己情欲的引诱 或者是这个世界的试探 甚至是拥有一些错误的道德的观念呢 就发生了婚前的性行为 甚至在很多的婚姻里面呢 也出现了不轨和不忠实的现象 这些是实在令人令神都非常心痛的事情 我们非常的清楚 身体既然是圣灵的殿 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玷污这个圣殿 因为这个殿是要来奉献给神的 既然我们为了荣耀神的缘故 我们即便谈恋爱 都要为了荣耀神的缘故 那我们就必须在恋爱 在结婚之前呢 去充分的保守我们性的忠实和性的真结 在很多的朋友的心里面觉得 讲真结这个字啊 都显得非常的古老和矮板 因为你会发现可能在中国的很多电影当中呢 特别是提到比如说在解放前呢 或者是在旧社会的时候呢 在很多的乡村呢 就会为那里的妇女呢 立一些真结的牌放 其实呢这个真结牌放呢 甚至是变成一种压制 或者是破坏妇女的一种象征 然而在主里面 我们回到神 在设立婚姻时候的那种圣结性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真结是神所喜悦的 当然并不是说 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死去之后呢 她还是不能改嫁 那这个呢并不是神在婚姻里面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 而是说呢 如果我们想要在婚姻里面去享受性的美好 我们就必须要保守这份圣结性 所以既然圣经告诉我们 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 并且呢 婚姻的床是不可污秽的 那我们就应当谨慎自守 小心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在身体上得罪神 我们再来看看啊 不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如果我们不看圣经的话呢 保守婚前的性行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如果是你发现这样的一对夫妻 他们竭力的保守婚前的性行为 他们在婚前呢 对自己的性欲呢 非常的有自制力 那其实对他们后来的婚姻呢 是很有帮助 很有好处的 为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自制力呢 可以为婚后的亲密和性时关系呢 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首先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呢 性行为的自我控制也是非常必须的 在古时候呢 人并没有什么在医药方面或者是 比如说在人工方面的一些避孕的方法 那人到底是用些什么办法来避孕呢 就是控制自己性欲方面的需要 并且能用一种很自然的方法来计算受孕期 和这个避孕期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神在设立婚姻的时候呢 就让人首先有一个自制力 即便是在婚后的生活当中呢 性生活的这种自制力也是非常必须的 你会发现呢 如果两个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节制的话 是非常影响身体的健康 甚至呢 也是影响夫妻的关系 因为有可能在丈夫和妻子的 这种性欲的强度方面呢 是不同的 又有可能呢 夫妻双方有一方可能那一天 他心情身体都不太适合 在性生活方面有任何的接触 那么夫妻的另外一方呢 就必须因着爱的缘故 自制自己的这个需要 为了对方的益处来自制 所以你会发现 自制力即便在婚后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在婚前我们没有培养 在性欲方面的自制力的话呢 很容易影响夫妻的生活的关系 还有第二 我们会发现婚前如果发生性行为的男女呢 通常他们在婚后有较高的几率 发展婚外情 这个是从辅导学的角度 从心理学的角度 真的发现的一个数据 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在婚前完全的不自制 在性行为方面呢 是一有这种需要呢 就去有性关系的话呢 在婚后 如果你在自己的配偶身上得不到性的满足 你就很容易在婚外去发展性的关系 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正因为人对自己的性欲不再控制了 甚至因为发现现今的传媒也好 现今社会的道德观念就告诉你说 你的享受是最重要的 你的性欲方面的享受呢 是你的人生的权利 所以说如果别人满足不了你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自我的满足 那这些呢 都是非常邪恶 非常不讨神喜悦的 也并不是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的一种牺牲的爱的性的这种模式 第三 如果在婚前就同居的情侣呢 他们有非常高的离婚的几率 为什么呢 正儿在前面的节目就已经告诉过亲爱的好朋友 婚姻呢 是一个身心灵的结合 是一种亲密的合一的关系 但是婚姻的这种结合呢 需要在心灵层面 情感层面都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呢 才能够进行身体上的结合 因此我们总是把性关系这个最最高超 最最亲密的一种结合呢 放到婚后去进行 因为只有当夫妻两个在心灵和情感方面都能够结合 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呢 才能够真正享受这种亲密 可是呢 如果婚前就同居的话 你会发现人过早的去享受这种身体上的亲密 就有一种错误的导向 让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很亲密了 结果结婚之后呢 再去发展别方面的一种亲密 你会发现这种本末导致的现象呢 使人没有办法有那种助力去发展 心灵层面和情感层面的那种合一的关系 因为肉体的亲密本来是极致 是一种爱的表达的极致 你如果已经先去偷肠静果 先有了这种肉体的错误的亲密感 然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发现情感层面或者是心理层面 并没有那么亲密的时候呢 你就有一种破碎 或者是幻想破碎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很多的人在结婚之后发现 哎 婚姻并不是那么的甜蜜 不是那么的美好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过早的享受了婚姻里面的那种 甜蜜的身体上的关系 所以他们真正进入婚姻的时候呢 就没有了这种动力和基础 因此很多的人就匆匆忙忙的结婚 又匆匆忙忙的离婚 去寻找其他的 可以满足他们对亲密感需要的 那些的东西 这个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再来看看啊 很多的朋友呢 就觉得说 哦 那这些的人 因为他们婚前同居啊 或者是他们婚前有性关系呢 都是由于他们没有订婚 他们没有真正的 有一个婚姻的意象 那如果我们订婚之后 是否就OK了呢 是否就可以有 婚姻当中的这种性的亲密了呢 好多的弟兄姐妹啊 曾经来问过真儿 如果我们两个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那这个月呢 我们是否就已经过早的 可以尝试这种婚姻里面的性的行为呢 甚至有一些的书籍导向呢 告诉我们说 哎呀 如果是结婚的时候呢 你想要品尝这种非常甜蜜的 夫妻的婚姻生活的话呢 最好在结婚前一段时间呢 就开始来调整你们两个的性关系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们两个可以比较知道 对方喜欢什么 对方不喜欢什么 那这些呢 都是大大的错误 并且呢 也是非常扭曲的一种 对性忠实的认识 为什么真儿非常的强调 就是订婚 即便是订婚之后 也不可以过早的步入这种 爱的这种亲密关系里面去呢 因为神设立婚姻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说 只有在婚姻里面 人可以去享受这种亲密 婚姻的床是不可以误会的 所以即便您订婚之后呢 也不可以在性的这种方面呢 过早的发展 我们发现订婚期间 如果发生性行为呢 比较容易没有办法注意 其他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发现两个人的兴趣 都在对方的身体上面 整天在一起呢 就可以两个人整天黏在一起 不会做任何其他的事 也不会思想其他的事情 但是真儿在进行婚前辅导的时候呢 告诉你 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要去问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 并且真儿甚至告诉过您 嘴巴的功用呢 并不是拿来亲吻用的 而是拿来谈天 谈情 说爱 拿来谈恋爱用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结婚前 你们需要预备的问题 你们两个需要谈妥了 并且呢 需要真正的进行预备 可是如果订婚之后 两个人就过早的 有这种性的亲密的话 你会发现两个人整天呢 注意力都在这个上面 而不是其他更重要的 一些问题上面 比如说两个人 属灵层面的计划呀 家庭计划呀 如何在婚姻当中 去荣耀神呢 甚至是在金钱的处理上啊 等等等等一些 在家庭生活层面 非常重要的问题 两个人都不去考虑 只是过早的享受 婚前的性行为 这个是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也是非常不好的 还有第二个 婚前的性行为 就是订婚之后的性行为呢 非常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就是刚刚正儿讲的 错误的亲密感 你误以为说 哎呀我跟这个人已经到达了那种 二人成为一体的境界 那么啊所以呢 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 结婚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 即便你们两个订婚之后 你们如果产生了这种身体上的亲密的话呢 他会给你一种错觉 认为对方跟你是非常相爱的 跟你非常的甜蜜 跟你非常的和谐 然而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种最终之乐 真正的和谐呢 是需要建立在情爱建立在心灵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 性关系的力量呢 让人无法做出一种客观的清楚的决定 的确是这样的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发生身体上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呢 人就不太容易的做出一种分开 或者是决裂的一种决定 因为你发现你跟那个人已经有一种生命上的关系了 甚至很多的人也由于婚前的性行为呢 不小心怀孕呢 就凤子成婚 那这些呢 都是就是由于我们对婚前的性行为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和界限而导致的 订婚期间的性行为呢 也会妨碍彼此之间的沟通 正儿讲过很多的人嘴巴呢 就不拿来谈话用了 他们的嘴巴是拿来亲吻的 他们的手不是拿来做事的 而是去抚摸对方的身体 所以呢你会发现婚前的性行为呢 只会阻碍两个人真实的沟通 你们两个人的沟通都是肤浅的 停留在一种很肤浅的表面 所以既然沟通肤浅呢 这个关系也是肤浅的 并没有真正的尾声 真正的坚实的友谊 真正的彼此的了解和相爱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在结婚前 不能够很深刻的彼此了解 那结婚之后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麻烦 很多很多的困难在等着你们 还有呢就是如果没有圣洁的一种性观念 和你的性的历史的话呢 你非常的难教导你的子女 有关于性方面的知识 这一点呢也是很可怜的 很可悲的一件事 太多的家长呢 就是由于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生活没有见证 以至于在子女们走向歧途的时候呢 欲哭无泪 太多的家长呢 来找真儿的时候 当他们面对他们自己破碎的婚姻 或者是由于他们在婚前 或者是婚姻当中性的不忠实 来造成的婚姻的破碎 当他们的儿女走上性方面的 一种过早的接触和亲密的时候呢 他们没有任何的办法 他们也没有甚至没有资格 在儿女的面前去劝说他们 儿女通常就会拿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说 那你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呢 为什么我的爸爸 他在婚姻当中还有其他的女人呢 那这些的问题呢 听起来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 很可悲 所以如果您想要培养 敬前的后裔的话呢 您就需要在自己的生活 当中有个美好的见证 保守自己在婚前的性的真洁 并且也有一个非常真洁 圣洁的性的观念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神他要求我们保守婚前的圣洁 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很多的人错误的以为说 哎呀我信主之后呢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人人都可以婚前同居 为什么我成为基督徒 我反而不能去做呢 好像我没有了人生当中的自由一样的 真儿就告诉他 其实你真的很傻 你总觉得神要求你这个 神要求你那个 是为了他的好处 其实我们怎么样对神来说 不影响神的圣洁性 也不影响神的完全性 我们怎么样主要是影响我们自己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他为了我们的好处 来要求我们 为了我们的好处 来制定一些的标准和界限 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他才要我们保守婚姻当中的性的真洁观念 因为你发现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前面的几点呢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 只有当我们愿意保守婚前的性的真洁 我们才能够在婚姻里面去享受性的美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 很多的朋友在这方面的挣扎 就是不晓得怎么样来制定约会当中的一些身体上的界限和原则 到底如何去告诉你所爱的那一半呢 告诉他说 对不起啊 我现在不能够跟你发生关系 我因为爱你 所以我不能够跟你发生关系 因为你会发现呢 很多的女子啊 她们在受不了男友的这种要求底下呢 就发生婚前的性行为 因为男子通常给他们的理由就是 如果你爱我 为什么你现在不跟我发生性的关系呢 如果你爱我 你就要把你整个身体全人都给我 其实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不道德的 正儿一听到这样的问题 就会告诉那个女孩子说 这个男人根本不爱你 因为一个爱你的男人 他就会保守你 小心的呵护你 关怀备置 并且呢也是保养顾兮 因为他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你们两个要商定一些什么事呢 正儿在这里呢 就鼓励您 两个人要商定在肉体上的接触的界限和标准是什么 并且做出约定 正儿在跟乐子婚前交往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有一个这样的约定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第一个亲吻呢 留到在婚姻的祭坛上面 当牧师说 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 这个时候乐子才来亲吻真儿 那我们就是因为在婚前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肉体上的界限和约定 所以呢 那一天婚礼之上呢 是非常甜蜜的 因为乐子呢 他真正的当他掀开真儿的头杀的时候呢 他在神 在众人的面前呢 就跟真儿有非常美好的第一次的亲吻 那这一个肉体上的接触的界限 是需要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你们两个人在订婚之前 就需要有非常清楚的一个设立 并且两个人要做出约定 还有呢 为了避免试探和诱惑的情景呢 我们需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所以两个人呢 避免单独相处的这种机会 比如说在过了晚上十点之后呢 不要单独相处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是不要在一个充满诱惑的环境里面 去接受这个试探 那还有呢 真儿也鼓励所有的姐妹们 在这个地方呢 您可以为你的男友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注意您的穿着 千万不要穿得过于的暴露 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男子呢 我们的弟兄们 他们是受他们的眼目所牵引的 如果你爱你的男友 千万不要在这一方面去引诱他 因为你如果爱他 你就要保守他的身心灵 也不要在夏天的时候呢 跟你的男友有过多的身体上的接触 当然这个时候真儿不是说 你不可以牵手 不可以拥抱或者是怎么样 当然如果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界限的话呢 也未尝不可 还有呢 您可以考虑请另外一对的情侣 来彼此的监督 彼此帮助来守住这个承诺 两对的情侣呢 可以一起在这方面来守住承诺 所以我们讲恋爱是团体的工程 你可以在团契当中 可以在很多的这种团体生活当中呢 去发展你们的感情 不需要两个人整天在一起亲亲我我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呢 切切的祷告 寻求神的帮助 专门为保守圣洁的信来祷告 那个时候呢 真儿记得很清楚 每天呢都会跟乐子呢 为了这一方面来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会被自己的信誉的牵引 特别是两个相爱的人 他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愿望 想要跟对方有亲密的接触 正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可是我们又知道我们自己软弱 所以我们要常常恒切的祷告 在主的面前祈求神的帮助 而且我们也要在婚前交往的过程当中 牢牢的记住婚前的信行为呢 会给我们婚姻带来破坏 如果我们保守婚前的信忠实呢 就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美好的果效 还有让我们的婚姻在神的面前呢 更显得宝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个时候呢 真儿鼓励所有在婚前 如果您已经在婚前有信行为的朋友 如果您也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呢 真儿劝您不要绝望 不要灰心 悬崖勒马 今天还来得及 今天是你回头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从今天开始呢 你愿意重新的来神的面前 来坚守神给你的这份新的真结 因为神用保血可以洗尽你 使你变得比血更白 所以千万不要以烂为烂放纵自己觉得 哎呀我已经发生了性行为了 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 我就随随便便去吧 这是魔鬼给告诉你的 魔鬼的控告就是要让你不断的自责 不断的活在你的罪当中 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到神的面前 神就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美好的生命 因为真儿常常在恋爱季节鼓励这样的朋友说 就是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 无论你过去怎么样的污秽 怎么样的罪恶 怎么样在身体上面不讨神的喜悦 得罪神得罪人 今天就是你回转到神的面前的机会 当然如果您还没有婚前的性行为 您正在交往过程当中 或者您还没有交往 正在等候 那真儿今天就大大的恭喜你 为你感恩 因为只要你愿意在这条道路上面去顺服神 谨守性的真结 那么神一定会大大的赐福给您未来的婚姻 现在呢真儿有一个真爱的宣言 想要跟您一起来诵读 如果您手头有婚姻辅导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 您就一定要把这个宣言呢 把它剪下来 然后签上名之后呢 贴在一个非常醒目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的话呢 现在就请您跟真儿一起来诵读 然后呢我们一同来祷告 求主保守您的誓言 为顺服神的旨意 我发誓愿意保护你的道德真结 直到我们的蜜月 因为我对你的敬重与珍惜 我愿意承诺为你建立内在的自我 在主里不断成长 而不是促成婚前性关系的发展 在神面前我承诺将以清洁的良心 向你显示真正的爱 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 我选择从今天开始真诚的等待我们的新婚之夜 才开始享受神所赐的美好的性生活 好 真儿在这个时候呢 为您做一个小小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请你刚刚在听我们的这个誓言的时候 你就悦纳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宣言 主求你帮助保守我们 求圣灵来带领我们 使每一个刚刚读这份宣言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都能够在你面前保守婚前的性的终结 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你的荣耀 因为我们愿意来顺服你 我们定义要将我们的恋爱婚姻来荣耀你的名 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下面的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了 在订婚之前另外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积极来面对去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彼此的交谈和沟通 分享我们在过去的背景和经历 那这一点的好多的朋友都非常的不愿意 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难启齿的一个过程 正儿鼓励您呢 一定要为了你未来的婚姻呢 你需要面对过去 面对过去并不是为了要抓住对方的过去不放 或者是自己活在过去的痛苦和罪恶当中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面对过去呢 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完整的 更美好的未来 让你自己在人格方面 在自我方面呢 都是健康的 可以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呢 不会因为你的过去 而拖累你在未来的婚姻关系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鼓励朋友 如果您现在还没有结婚的话呢 您就需要操练在婚前就有一个坦诚相对的这种沟通和交流的关系 千万不要等到结婚之后呢 把你真实的那一面暴露出来的时候 吓怕了你的配偶 因为在结婚之前 我们就需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 坦诚相待呢 实实在在是非常美好的一种品质 恋爱的双方呢 就必须了解 并且是接受对方的整体 当然包括我们的过去 如果我们的过去 对方不能够接受 其实也表达了 他不能够接受我的全人 这样的一层含义 如果我们真爱对方 我们就需要了解对方的过去 因为对方的过去塑造了现在的对方 也只有当我们了解对方的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 我是否可以在爱里面真实的去接纳他 完全的去原谅他 我们如果对过去的事情隐藏 或者是不具实相告 或者是选择相告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在日后呢 会有不被接受的这种恐惧 或者是当一天真相大白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的配偶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过去的事情呢 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窗疤 或者是我们的伤痕 但是如果你很想要完全的得医治 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伤口暴露出来 然后呢 让神来借着你现在的这段关系来医治你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当你分享你的过去的时候 你现在的对象不能够接纳你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与其他未来不能接纳你 你们要在婚姻当中分手的话呢 还不如现在你们还没有步入婚姻之前 因为在没有步入婚姻之前的分手呢 带来的这一种痛苦 是完全和婚姻之后的分手 是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的 毕竟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是不可以随随便便分开的 而且呢 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愿意现在坦诚相待的时候呢 也是我们爱对方的一种真实的表现 如果我们隐藏自我 隐藏我们过去的罪恶 或者是隐藏我们过去的经历呢 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 而不是为了对方的益处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对方的益处 选择某一些的具体的事情不说的话呢 正儿觉得也未尝不可 不过呢 你需要在对方的许可之下 来做一些的保留 比如说你可以再跟对方说 我和以前的男友或者是女友呢 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但是你如果不愿意知道这些细节的话呢 我就不跟你分享了 那可能呢 你给你的对象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就是他到底可以不可以来面对 或者是可以不可以跟你一起 回到过去去经历那一段你的故事 但是至少呢你要跟他坦诚一告 婚前的诚实对话呢 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 并且呢也不给魔鬼留破口 甚至不给魔鬼一个控告你的机会 在婚姻当中很有可能呢 魔鬼常常会借着过去一些没有坦诚相告的历史来控告我们 或者让你的配偶呢整天抓住你在婚前对他不诚实的 这一个故事呢 常常的来刺激你 那这个呢都是由于我们婚前没有坦诚相待 给魔鬼留地步的原因 还有呢 如果我们坦诚相待 其实受益最大的呢 还是我们自己 因为当我们愿意坦诚的面对过去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重整自我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想要给我们的配偶最好的礼物呢 就是给我们的配偶一个完整的自我 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面对我们的过去坦诚相告的话呢 就表示我们给我们的配偶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自我 是一个不真实的不完全的自我 所以如果您想要给你的配偶最好的你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婚前呢坦诚相告 如何坦白呢 真儿在这里呢就给您几点的建议 第一呢要正式面对你们复杂的家庭的背景 如果你的父母是婚姻破碎的 或者你是一个机能障碍的家庭里面成长的 或者你的家庭呢曾经有一些受虐的背景 或者你的家庭当中有酗酒或者是毒品的这种家庭背景呢 你都需要跟你的配偶去分享 还有呢如果你家庭当中家族当中有精神病 或者是身体健康的问题 一些会遗传的问题 你都需要来跟你的配偶分享 还有如果你的家庭当中现在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父母的家庭方面的问题呢 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来请谈 因为如果你隐瞒不报的话呢 你是对你自己也是对对方的生命不负责任 还有呢除了面对复杂的家庭背景呢 您可以坦诚的谈论过去你的恋爱方面的经历哈 比如说你曾经谈过几次恋爱啊 你谈恋爱的时间是怎么样的 你谈恋爱的程度如何 就是你跟对方的感情如何 或者你跟对方是否在性方面呢 发生过关系等等的 还有你是否呢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受伤 那这个受虐啊等等这一些的经历 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去分享的 还有如果你现在的这段关系呢 并不是你唯一的一段关系 也就是说你上一段的感情还没有处理好 那你需要跟你现在的对象非常诚实的来面对来解决 除了去跟您的对象去谈你过往的恋爱的这方面的经验呢 你需要向你的对象去曝露你过往的性方面的经验 这个是很重要的 正儿记得自己在婚前辅导的时候呢 跟乐子弟兄呢有一本书去做 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 就是让我们彼此分享过往 在性方面是否已经有一些的经验和经历哈 这里面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您可以和您的对象来分享 你是否在过去有过堕胎的经历啊 怀孕的经历啊 或者是领养过孩子的经历啊 你是否在你的幼年童年有过性伤害 比如说一些人性骚扰你 或者是甚至是强暴啊 或者是性侵害啊等等的一些的经验 那你在过往的日子里面跟人发生过性关系的话呢 你是否不止止是一个性伴侣呢 还有如果你性方面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还跟某一些的人 继续有这方面的接触的话 你都需要坦诚的铺路啊 当然如果你在性的倾向方面有问题 比如说你还有同性恋的这种倾向 你也需要跟你的对象来去分享 还有如果你由于过往的一些不洁净的性的关系 导致了你有艾滋病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性病呢 你都需要在结婚之前 很坦诚的跟你的对象去分享 如果对方能够接纳你 原谅你 那是好的无比的 如果对方没有办法接纳你的话呢 你也需要来诚实的靠着主给你的力量 来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因为你如果不解决 不面对的话呢 你始终在这个罪恶当中 除了这方面的分享呢 还要诚实的去分享你过去的一些痛苦的经历 比如说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由于家人的敌视啊 或者是你由于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虐待啊等等 导致了你现在的性格不健全 或者是你这个性格方面的某一些的问题存在 你都需要跟你的对象去分享 还有如果你过去有过忧郁症 或者是一些自虐自杀的倾向啊 经历等等这些都要和对象去分享 还有你过去还没解决的创伤的经历啊 甚至是你可能过去违法啊 犯罪啊 我是指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犯罪的一些事件和历史呢 你都需要和你的对象去分享 我们会发现这些的事情可能在您的生命当中不存在 可是呢 由于在你的这个对象或者在这个社会上呢 有太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呢 我们需要方方面面都去辅导都去经历 否则的话呢 我们在结婚之后呢 就很有可能给魔鬼留地步 给我们的婚姻呢 留下一个破口 那在这里呢 珍儿有一个调解往昔问题的表格 想要跟您分享 您会发现呢 您手头有这样的一个表格 就是有一些的事项 你需要去了解 你是否已经处理好了 那你可以呢 把这些事项列下来 过往的男女关系啊 家庭问题啊 过往的性关系啊 还有你痛苦的经历啊 这四方面 你把它列下来 然后呢 你可以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呢 就是我已经处理好了 第二个选择就是 我已经开始处理了 第三个选择呢 就是我从来没有处理过 那你呢 为自己的这个过往的这些问题呢 来做一个测试 认真的来讨论 并且测试过之后呢 你可以彼此的来了解对方的过去 如果有一些东西是你还没有处理过的呢 珍儿就要鼓励你 今天就要来面对 如果你已经开始处理的话呢 珍儿啊 祈求你呢 现在在神的面前 常常求主帮助你 继续的来面对 勇敢的来处理 已经处理好呢 珍儿为您感恩 因为这实实在在是神的恩典 可以帮助您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好 如果这个表格 您可以来填好呢 你就需要跟对方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交流 如果你开始怀疑 或者犹豫 对方是否是神带给你的 或者是是神的预备呢 你就需要从你的关系当中停下来 好好的祷告 除非你可以完全的接纳对方的权人 并且把对方视为神给你最好的礼物 否则的话 千万不要迈进婚姻当中去 这个就是珍儿为您做婚前辅导的一个最大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帮助您进入婚姻里面去 而是帮助您健健康康 美美美满满的进入到一个神喜悦的关系当中去 如果这段关系不健康的话呢 珍儿就鼓励您现在就停止 一切都还来得及 好 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帮助您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